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日的故事是最好的一日 全心节是在创世记二章三节 经常记着说 上帝似复及第七日 定为圣日 今日的讯息是 安息日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特别礼物 你有没有见过一份你收到的礼物 但你想不起是谁送给你的呢 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做了很多很漂亮的东西 甚至令我们忘记了 是谁把这么漂亮的东西赐给我们 人类甚至忘记了创造主 所以他就给人类一个特别的礼物 或者上帝就是这样 第一次告诉亚当和夏娃听关于这份礼物 第六日就快结束的时候 亚当夏娃在生命树上和上帝在一起 上帝问他们 你们有没有见到这个美丽的日落 我喜欢在日落的时候 看着天空逐渐变成粉红色 橙色和红色 你们呢 他们在人生的第一次见到直阳西夏 上帝就在身边跟他们说话 日落之后就是新的一日 上帝跟他们解释 这个日落之后就是最特别的一日 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一切都是为你们而做的 这里有很多很有趣的事 你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慢慢的去到发挂 但是最好的礼物呢 就是现在我要给你们的 这个礼物是特别的一个日子 第七日 这一日叫做安息日 特别的日子 安息日 阿当和夏娃想要了解更加多 上帝就和他们解释 他和耶稣和圣灵是多么开心的 可以和他们在一起 当你们有小朋友之后 你们的小孩子以后也会有小孩子的 你们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 之后你们会变得很忙碌的 我们希望能够确保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我们相处 我希望你们能够记得我们创造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 我们在每一个星期的最后一日设定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一日是神圣的一日和其他日子是不同的 这一日你们可以放下所有 在星期一至六令到你们很忙的事 在这一日你们可以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只能够想象第一个安息日的景况 或者上帝叫阿当和夏娃在生命树上 就和他们说 要纪念安息日首为圣日 这一次是上帝第一次这样说 这一日天使和他们一起弹琴唱歌 上帝告诉他们计划创造世界经历过的美好时光 这一日真是很美好的一日 阿当和夏娃用每一分每一秒 和他们的创造主在一起 他们很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 无论在什么角度去看 都是这么完美无瑕 阿当和夏娃在聊天的时候 就说到上帝一定是很爱我们 只有很爱我们的神才会创造出这么美好的一切 因为他的爱充满在我们周围 在伊甸园的每一个安息日 阿当和夏娃都是和上帝在一起 每一个安息日 他们都想起上帝如何为他们创造这个世界 和创造他们 以及他是多么爱他们 我们都一样可以在每一个安息日 和上帝度过这一日美好的一日 上帝希望我们能享受他特别为我们设定的这一日 他希望我们和他在一起 和学习更多关于他的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比赛 歌曲 李宗盛